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四十多年前的时候 为了克服平均主义 为了加速中国现代化的事业 当时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表述 他这样说的 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带动其他地区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带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今天回头看 应该说第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带动其他地区富裕起来 我们基本做到了 因为你看过去二十来年 这个发达板块与欠发达板块 现在已经形成了 良性的互动机制 过去二十来年 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 都比沿海地区要快 那么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 消除了极端贫困 实现了全面小抗 我想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 但这实际上共同富裕方面 我们还在探索 现在还没有做到最理想的状态 那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提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 共同富裕 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 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使全体人民朝着 共同富裕目标扎实的迈进 刚才提到这个就是初次分配 再分配 二次分配 有些也叫一次分配 二次分配 三次分配 那么长期来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初次分配 也一次分配 是效率原则 也就是它靠市场 那么第二次分配 或者再次分配 是公平原则 靠法律 那么主要通过税收 通过建立社会保障设施等等 第三次分配 主要是靠道德 靠自愿捐款等公益事业 现在看来为了更好的实现共同富裕 实际上一二三次分配 都有不少可以改进的余地 关于三次分配 现在议论比较多 但我个人认为它将是一个过程 它还需要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 那么共同富裕 我想不会是平均主义 也不是劫富济贫 而是在人民普遍富裕的基础上 允许有差别的这种共同富裕 而且呢 共同富裕的概念 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 它涉及其他方面 涉及政治民主 文化繁荣 社会道德 生态文明 公益慈善 等许多方面 那么今年六月的时候 党中央决定选择浙江省 来建设我国首个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 中国模式特点就是 先试点 好的就推开 如果不行的 那么就进行改进 那么我自己不久前 去浙江人均GDP最低的一个县 做了一些调研 很受估 我想浙江已经做到的 和正在做的许多事情 中国其他地方也可以借鉴 那么他们还问我采访的时候 就是如何看待中央提出的防止资本 无需扩张 我说中央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及时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看到资本力量 在一些领域内的无需扩张 比方说互联网 金融的乱象 义务教育领域内的资本的渗透 房地产的盲目扩张 资本对娱乐圈的操弄等等 那么我自己常见就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特点之一 就是政治力量 社会力量 资本力量 能够形成一种 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平衡 这和美国资本力量独大 可以左右政治力量 左右社会力量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就我经常讲的 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 是不可能左右 中共人要政治局的决策 而最富的五十个美国人 可以左右白宫的决策 发挥资本力量 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同时也保持政治力量 对资本力量必要规范和引领 我想这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优势 中央提出并采取措施 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再次体现了这个特点 观众网编辑问我 如何解释我们外交风格 从韬光养晦到积极作为的转变 我说邓小平三十多年前 讲韬光养晦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 比俄罗斯还小 今天俄罗斯经济规模 只是相当于我们的广东省 而且即使当时邓小平讲 韬光养晦的时候 也非常明确 那只是手段 目的是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 外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早就把中国当成大国 甚至是超级大国 你是一百三十来个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你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超过百分之三十 你的一举一动自然影响整个世界 我还经常讲这个观点 你已经长成了姚明的个子了 还想躲在潘长江后边 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利益已经覆盖全球 你就要勇敢地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利益 我们的外交风格自然要反映这些变化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现在平视这个世界 杨金兹主任也说 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地位出发 与中国谈话 我想都说明了这一点 好 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